如果觉得自己做布景主题太辛苦 那你其实也可以到微软网站去下载相关的布景主题 那如果要到微软网站下载布景主题 可以到档案 档案这边的新增 这里一个建议搜寻 你的电脑只要能上网 它可以搜寻简报 搜寻主题 搜寻相关的资料 当然我也可以这边输入说我要找布景主题 它就会到网路上找到相关的布景主题 那假设这一组是我原来 我的简报中PowerPoint里面没有的 那我觉得这一组不错 我可以点它 然后按建立 它就会从网路上下载这组布景主题下来 那这个说明我就不理它 我把它叉叉关掉 那这边你可以看到它有几张投影片 那这不要理它 这不要理它 我们其实你可以这样定义 我网路上下载下来的布景主题 你想一下有没有可能是外国人设计的 有可能嘛 所以网路上下载的布景主题 你的目的是为了它的底图 文字美化你一定要重新做过 否则美化效果不见得是你要的 所以我们会再到 简式的索引标签 投影片母片 一样选最上面这个标题投影片 我先确认一下常用索引标签 你会发觉它的字形是英文字形 我中文字它英文字形代表是外国人设计的 那理论上我应该用投影片母片 投影片母片的字形嘛 选择预设字形 选了之后回来常用这边你会发觉 没有成功啊 那就代表什么 代表当初它是手动美化的 代表当初这个字形是手动美化的 所以你直接去改预设字形对它无效 那这时候怎么办 那也只好选起来 直接呢用字形的 我们常用索引标签字形的所有功能这个按钮 叫出字形 那中文字形我一样用微软正黑体 英文字形我们有AR AR 后面不用 字形大小我按确定好了 那这个字形大小我从这边来决定 假如48粗体 副标题五层我一样选起来 一样用我们字形的所有功能 中文字形一样用微软正黑体 英文字形一样是AR 确定 那字形我用A稍微放大 一级 行距 行距的部分我用一倍行高就好 我一样加出题就好了 字形先把它美化好 至于我们的其他的我可能选来这边 我觉得他的文字框我可以再拉宽一点 字的位置我可以移上来一点 至于副标题我字可以再放大一点 这是标题投影片 其他的可以稍微看一下有没有还要改的 如果说这样是OK了 不需要再修改的一样就可以到投影片母片 布景主题 储存目前的布景主题 记住路径不能改 存档类型不能改 唯一能改的只有档名 我这也不改了 我按储存 我就有第二组了 关闭母片 检视 OK 好 你存存布景主题 跟投影片内容无关 它存的是检视 投影片母片里面的设计 跟你这边 你即便有一百张投影片 跟它都无关 它存的是 投影片母片这里面的设计 跟外面投影片的内容无关 关闭母片 检视 那所以这一组 我又多了一组了 那我到档案的新增 我也可以再找别的 我可以找假设 我找简报 这些都可以 但是你留意一下 在这边有一些是假的 像这个建筑投售简报 这个就是布景主题 下载这种都是布景主题 但是有一种可能是假的 就是它如果都是照片 整张都是照片 那它可能是假的 那遇到这种假的 目前看起来这都是 真正的布景主题 假设我退回来 退回来这边 我找一个 看有没有风景的 它会上网去找相关布景主题 那当然不见得 因为我打的风景 不见得找得到 这看起来也都 是真的 如果是商业的 商业的也是OK的 这些都是布景主题 我所谓的假的是 如果你下载下来之后 到本来这边有图 到检视了投影片母片之后 发觉它是空拍的 那就代表 那一份不是布景主题 那你就重新带档案的新增 重新再来找就好了 来这边再重找就可以了 那这个就是属于布景主题的 下载微软提供的 布景主题的一个做法 记得下载下来之后 还要到检视的投影片母片 做一下文字的美化 其实有非常多 非常多 不是原来你看的那几个而已 所以你可以在上网去做 这些下载的动作 那这个部分大家可以试看看 请不吝点赞订阅